昨天林文一工业区的一家化工厂 在进行设备检修的时候 发生了毒化物泄漏事故 是维修时含零本二甲干的高温蒸汽泄漏 导致四名员工当场就被烫伤 对此不仅是否劳工局依法来对厂商 裁罚30万并勒令造灾现场停工 环保局也依法对于业者 裁储新台币100到500万元的罚还 并且强调林原工业区是石化产业 制成特性多为高温高压操作条件 应该要注意相关操作 而且要加强巡检 避免异常泄漏造成意外